台灣大事不討厭不討厭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張雨昕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看這一位里長的故事 你可能會想說 全台灣有這麼多位名喉舌 也很熱心服務的里長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看他呢 這一位里長叫做張智蓁 他橫跨陰陽兩界 是技工代言人 你知道嗎 原本他是一名無神論者 什麼神啊鬼的 他根本就沒有再相信 但是在他十八歲那一年 他第一次受到了技工感應 一開始他非常抗拒 還指著技工的神像就是一陣大罵 但是後來自己卻莫名其妙的 開始自己長嘴 他再也哪出啊 而之後喜獲林兒 但是他的寶寶 因為早產引發了水腦等等病症 醫生甚至還說 未來寶寶有可能會失明 不良於行 但是這個時候 技工突然降臨 說了一句話 讓他的兒子 奇蹟似的躲過劫難 現在回想起來 這一切那麼不可思議 我第一次做 然後也比我想像中的吃 你看這個都有凹痕 我想說我衝動在裙的 應該是會比較厚應該還好 但是沒想到他那個真是真的 是真的真 他不是沒有在開玩笑的 透過玄秘的做丁寶儀式 技工代言人為信眾消災皆惡 根據傳統民俗 技工的個性瀟灑不羈 當老人家發現現場有媒體採訪 突然玩性大發 這件技工基山平躺在丁寶 還要一名體重破百的信眾 雙腳踩在他的肚子上 技工基山居然面不改色 教人是責得稱奇 但這還不是 技工師傅玩最大的時候 有一次他像今天一樣 做得丁寶出巡 沒想到卻碰到來則不慎 他們就是半信半疑 就想說好嘛 那你那麼胖 肉又那麼多 被穿個幾下沒有關係 那肉體是我爸嘛 就把他拋到半空中 再坐下來 拋上去再坐下來 結果沿路這樣扛 扛了兩個小時 然後路上就這樣扛 退家後他們叫他把褲子脫下來 包含小褲子的脫下來 對 那脫下來就看他有沒有 一個洞一個洞 連洞都沒 就可能有那個釘子的痕跡而已 可是沒有流行 坐釘床其實只是展現成為 方法其中之一 然後讓一些信眾能夠了解 或是理解 那個現在的神已經降下來了 跟平常的人是不一樣的 那請信眾要保持尊重的一個態度 兩腳都好啊 不行 天啊 我沒有帶 所以我沒有帶甜蜜 我沒有帶甜蜜 不只外界的神蹟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對擔任技工機身的張智貞來說 也曾經難以信服 甚至嗤之以鼻 卸下機身的身分 張智貞最常做的事 就是騎著機車傳說深入 只為了李明打來一通電話 大家好 李明大家好 有一個鄰居說他那個 家裡那個浴室有那個蛇 有蛇一大早就打電話去他家 他馬上來抓 跟他老婆 這個蛇一大早就打電話去 這個蛇一大早就打電話去 他那蛇一大早就打電話去 他那蛇一大早就打電話去 對地方好 但是有少部分的李明會反對 我說這是我四人土地 你不可以給我蓋 要準備施工了 又拿起來 總共五次 五次 後來我就把它強制說 坐下去有事我負責 然後就被告 結果沒事了 因為我為大眾嘛 大眾的安全嘛 結果貼身採訪 不難發現張之珍是個行動派 但這樣指來指往的個性 在他一開始被神明向重時 可是吃了不少苦頭 十幾歲的時候啊 然後就去我北投阿姨家 然後他有拜一尊太子爺 然後我說 哎 木頭 你為什麼在拜木頭 他說這個有神你亂講 我罵他 我說哪有可能有心 我沒心啊 然後就 就講一些比較沒有禮貌的話 當時年少輕狂的他 一時心直口快 沒料到就這樣獲什麼口輸 自己長嘴 我知道我自己有意思啊 可是手自己在打自己 機身本身就要對 降下的你的這個主尊 要更尊敬 如果只是被長嘴而已 那只是叫做輕輕的懲戒而已 這樣提醒一下 他自己發呼喔 畫一個開口符 他就會講話了 然後他就說 我的時間到了 要帶天明的要服務這樣 或許是所謂的天明不可為 張之珍從此和神明有所感應 也從中學習 如何擔任先凡之間的溝通橋樑 不過因為個性使然 他初期並沒有完全信服上天的安排 要護身會給你晉身 尤其給你清拔 要辦事之前 我不相信他會把我吐出來 我去買一排一塊的鹹酥雞吃下去 全部清掉 依照楞眼睛的記載 假設你是只是吃五辛的話 五辛就是 蔥 蒜 韭菜 新曲 洋蔥這一些 天神都不願意靠近 更無光是吃葷食 這次是 這個老人家的名牌 以為是 用家的玉霧七大最 直到兒子出生那一年 原本半信半疑的他 才完全改觀 因為我兒子早產了 他生出來一千公克 然後保溫香住四個月 醫生就說你兒子 就是爐內空洞 引發這個水腦 然後醫生說可能 他腦草一塊 可能以後 可能不會走路 腦性麻痺之類的 眼睛也不一定看得清楚 耳朵也不一定聽得到 醫生有建議我們說 常而就是 會比較不能自己 呼吸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不要放棄急救 或者是就是說 我們可能比較沒有那個能力 建議我們就是送到國外 在國外的人是 比較有愛心服養 我問長輩要怎麼辦 長輩當然會跟你講說 這個小孩子以後 是你自己要養的 你要自己決定 就算身邊的人都柔性勸說 孩子再生就有了 但張之珍說什麼都不肯放棄 在他最煩惱的時候 來到平時修煉的神壇祈求 忽然之間他失去了意識 他就降家去跟旁邊的人講說 叫別人告訴我說沒問題 說我如果沒有把這個小孩子 帶回來養 沒有帶回來養 這些神明就不用拜了 就把他丟到池塘這樣 神明說他以後長大可以走路 然後也可以開車也可以騎摩托車 都比我還聰明 究竟季工師傅的預言有沒有實現 現在他二十幾歲了 也是會開車會騎摩托車 還在銀行上班這樣 生切式原本被醫院宣告病為早產額 不但平安健康長大 還意外獲得特殊能力 季工在辦事 生命都說修海董嘛 修海董意思就是說小孩子 大胎柱底下我就比神小 我說大胎柱底下 然後季工就拿他的寶膳 從我頭有打下去 然後就對我比這樣 然後意思就是不能說 冰死經驗之後 就會跟冥界的一些頻率接近 陰陽眼就可以開通 即便張知真坦誠 在成為機生後 自己也被開啟陰陽眼的特別能力 但他卻認為小孩只是同言同語 一直到2018年一次強臺 他開車帶著兒子血吃摘心 樹倒下來我要回轉 那個路滿小的 然後我就倒車 我就叫兒子去指揮一下 然後我就站在他旁邊 站在他旁邊之後就跟他講說 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你 然後我們和平相處 30秒就好了 我有看到那邊站一個女孩子 大概這樣 然後我就回轉 開下去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女孩子站在那裡 我才那時候才知道他還看得到 你看這樣 你怎麼走一趟都不一樣 就無人好條 現在就要再處理了 為了感謝技工師傅的疼惜 瞬間里長和機身的張子貞 笑稱自己是另類公僕 有時候還能做到更深入的黎民服務 像大樓這個總幹事道 我們這個哪一戶 他好幾天沒看到的 然後我就會感到 可能就已經脫失了這樣 我還沒降價喔 走到他家門口還沒去辦 就看到我一口站一個 我看到的 就跟他講一講 他辦一辦 多杯 我很高興三杯這樣 喜歡這題 東森新聞台的地獎 新聞台 從張智貞的身上 我們看不見外界認為 可能產生的文化認同衝突或混淆 反而發現台灣民俗文化的多元性 曾經封靡校園的兆花 在求學期間 還有星探找上門 邀請他要找他拍廣告 多麼漂亮的女孩啊 但是竟然在36歲那年 他離奇失蹤了沒有下落 隔了不久 三重警方收到一封神秘的匿名信 會跟校花的失蹤有關係嗎 我們翻開這封信 它裡面寫到了 距離三重250公里遠的嘉義水上山 某一間公廁裡頭有著一具遺體 希望警方幫忙要來安葬死者 人命關天真的假的 趕快要前往去查 而警方前往了信裡面講的地點 還真的找到了公廁 但是根本沒有看到什麼遺體啊 反而看到了一個被層層包裹的塑膠袋 一層一層的打開它 警方看見了什麼 全部幼金的嘉義水上香 一間看起來再平反不過的公公廁所 卻是當地人必知唯恐不及的存在 它究竟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憧憬從七十幾年到現在 真的是沒看過 你說大小案什麼案幾乎都看過 那你就是沒有看過這麼兇猛的 2013年3月15號 新美旭大同派出所 接到一封傳真過來的地名信 信中寫到 陳萬彤的屍體在嘉義水上農會旁 200公尺外的公園南側裡 我沒有辦法處理 請好心人幫忙 好心人留 信的內容怎麼看怎麼奇怪 嘉義的事情傳到台北來 警方一開始還以為 又是無聊的惡作劇 童隱也一直在討論說 是不是惡作劇 說是動物的屍體 或者是什麼相關的狀況 但是狀況都不明 我們是只有接到這個傳真而已 抱著半信半疑的角度 水上分局的刑警 還是來到信中地點 沒有想到揭開一起慘劇的序幕 嘉義水上香一間廟宇的南側裡 見識人員對著地上的金色桶子 比手畫腳 還有人仔仔細細來來回回 在公廁尋找蛛絲馬跡 因為桶子裡面裝的 是在第一間南側裡發現的頭顱 鹽巴覆蓋大概都兩公分 一到兩公分 都已經結成塊了 這個鹽巴稍微掉這個之後 明顯就可以通知是一個人頭 撥開層層包裝 裡面裝著的靜鹽是一顆年頭 上面還附了一張字條 發現了這個頭顱裡面 它有寫到說 三重陳婉婷 身分等於就是寫三重陳婉婷 那我們就從我們的系統下去去查詢 三重陳婉婷私中總共有兩筆資料 那其中有一筆是比較吻合說 我們被害者的身分 因為她當天已經很晚了 聯絡到她媽媽的時候 我們問了相關一些資料 她媽媽表示說 她這個陳婉婷是她女兒嘛 是跟她二哥 就是兩個人住在這個 三重的老家這邊 確定死者就是和哥哥 住在三重的陳婉婷 聯絡她的媽媽感下認識 可憐的老母親一到現場 立刻驗出女兒痛哭失聲 我們就把相關的 抽取眼球液跟媽媽的這些DNA 去做採證去做比對 結果在當天晚上比對出來 就確定了這個死者就是陳婉婷 既然確定了死者身份 接下來警方全力 要找出這個心狠手辣的兇手 事實上要殺一個人 一定要有動機 警方阿劍包裹著 投入的醫務上 演出不少男性DNA 在她那個內褲上面 屍體上面那個內褲 有採到一些經歷的DNA 那我們當初也懷疑就是陳婉婷 她也有跟一些計程車司機 就是有過這些性交易之類的 是會因此說導向你那一邊 還是兇嫌在誤導我們 也是有可能 就是多個面向完全是在查證 那棄屍到底是誰來棄屍的 這是一個重點 隨著警方調出監視器畫面 還有查看通聯紀錄 發現兇手很有可能 就是死者的二哥陳家富 我們就發現說 陳二哥他大概在4點33分左右 他就戴著安全帽 右手提著一個大型的 黑色的一個垃圾袋 用固形的方式走出這個巷口 那監視器比對之後發現說 他在3天13號的凌晨 差不多4點5點那時候就從 他們家三從這邊出發 出發的時候手上一個大袋子 然後出發騎機車其他的機車 騎了過兩條街之後 躲到一家一個公寓的樓梯間 在那邊變裝 連結爆炸頭穿著羽絨外套 外面烈日當頭 越看越奇怪 就是從這個裝扮 一直到台北火車站 到嘉義都是這個裝扮 等到回到台北的時候 把這一些口罩 這一些假髮 以及說這一些羽絨大衣 都把它丟在台北市 這個火車站的一個垃圾桶裡面 就等於說他整個變裝的過程 氣絲的過程完全是他沒有錯 警方經過調查 發現陳家富從2012年開始 就替妹妹投保計額保險 加上頭顱旁邊的字條筆跡 經過鑑定就是他寫的 立刻要把他大附歸案 是什麼讓血濃於水的親情 化為烏有 到案後儘管最正確做 陳家富對於傷害分屍妹妹的罪行 確實一概不認 這人怎麼不認 為什麼不承認啊 你問他陳婉妮的事 他跟你講息 他跟你講別的事情 他就是不願意跟你講案情 你如果講到關鍵字 他馬上挑開 所以他非常聰明 不過隨著警方深入調查 參認的真相也漸漸浮出水面 這個案子整個來講 也是一個人間悲劇的 之前來講的話 他是非常活潑美麗的 事實上是一位美女 但是從89年失婚呢 那返回這個三重跟二哥阿夫 一起住之後呢 所以他後來的精神狀況 行為都是 都是已經很不穩定 很脫緒的 是個可憐人 曾經是笑花的陳婉婷 在婚姻中沒有遇到對的人 精神狀況出了問題 為了籌錢買菸 甚至不惜用肉體交換 沒有想到他最信任的哥哥 顯他麻煩要除之而後快 他在我們這邊 他後面那一邊 蔡市長後面那邊叫他小甜甜 前面這邊叫他小豪 他認為說 這個妹妹就是跟著他生活 就是累贅 就是多餘的 那利用妹妹來賺一筆錢 就是這樣子 來把這個保險金賺過來 然後他可以跟他太太好好的生活 拒絕加深經濟壓力 認為同住的妹妹就是個累贅 陳家父親小 乾脆一舉兩得 擺脫妹妹又能乍領保險金 才誕生這個恐怖計畫 就算陳家父不認 但所有的證據都指向是他幹的 接下來警方碰上了一個大難題 私者只找到頭顱 那其他部分跑去哪呢 那動機都有了 市證也有了 然後也做了案 但是我們比較遺憾的就是 他的私生沒有找到 專角組出動 前往陳家父的住處搜索 希望能找到遺體去向 結果有了驚嚴的發現 事實上我們後來在 實則的這個住處裡面 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物證 那個是非常老舊的一個 大銅電鍋 濕人的燈鍋 在它的這個 內側的底部 有採集到死者 這個 的這個DNA 依次是用電鍋 擺放頭顱 剩下的濕塊 怎麼處理 心境從附近鄰居的口中 聽出一些端題 私生的部分 是我們還有去訪查他一個鄰居 那這個鄰居 他也說某天夜裡 在101年的某天 11 2月的時候 從他們家的地板 冒出很多 在那個浴室的排水孔 冒出很多肉屑 冒出很多油 更那個有血液的狀況這樣子 最終檢察官起訴陳家父 並求處重刑 不過他卻不斷出招 想逃過法律制裁 他就好幾次去看精神科 身心科 就是為了說萬一有一個 被查或被逮捕的時候 他可以藉由說他是心神喪事 或是精神好弱 來去減輕或免除他的徒刑 他會利用這種方式來去減輕 但是這個後面 來再經過這個精神鑑定 確定是他沒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個人看到的狀況就是 他是把這 是不斷把口水擠出來 擠到嘴邊 然後讓他能夠滴下來這樣子 後來這個用餐時間到了 那當然法警就會詢問說 阿富這個 那現在用餐時間要不要領便當 他只要沒有便當他就沒有了 然後他爬起來說要啊 結果就馬上恢復正常 最後法官念在勞木經不斷求情 陳家父以無期徒刑定業 那媽媽是想說 我已經一個不見了嘛 一個被殺死了 另外還有一個嘛 另外一個是要拜託法官 不要這樣 不要再這個也沒了 他就等於都沒了 這棋煙頭暗震驚社會 不過當時留下的陰影 並沒有隨著時間慢慢重擔 當時發現頭樓的這間公廁 廟方考慮到民眾的觀感問題 已經把它整個都打掉重建 只不過就算已經過去了 這麼久的時間 只要入夜都還是沒有人敢靠近這裡 附近居民甚至會聲會影 流傳著一些靈異的傳說 那據說呢 就有人聽到啊 在這個公廁會有 女生在哭泣的聲音 甚至有傳聞 有穿著白衣的女子 在這邊出沒的 這種靈異現象傳出 有人聽過啦 這我本人是沒聽過啦 我應該是沒有啦 到底這些靈異傳聞是真有奇事 還是以而傳而 沒人可以證實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犯罪終將受到制裁 對妹妹痛下殺手的陳家富 也只能在牢裡度過她的下個輩子 有一句台語說 說的是人的性格還有命運 通通寫在骨頭上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傳說在台北市 有一位很神很神的摸骨大師 只要你伸出雙手讓他摸一摸 馬上就能知道你的命運是好是壞 還有流年 跟著鏡頭我們實際來看 真的來到了在台北的這條巷弄 一進去看到的是在牆壁上 掛了好多一幅一幅的匾額 原來他有名到鎮商名流 甚至藝人都喜歡來找他算命 真的有這麼懸嗎 我說給你聽 曾經有一位在大陸經商的企業家 當時因為公司合併的問題 他就來找這位摸骨大師 大師一摸 跟他說合併是不會有結果的 當下他好生氣喔 立刻潑冷水 他說我們細節都談好了 怎麼會有問題呢 還當場翻臉走人 但是一個月之後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南門出手裡菩薩 宮城出手裡菩薩 佛陸佛 在玄石跟其他成分上 是不是有病症吧 五號的台北街頭 車來車往 這裡藏有什麼玄機 據說隱身在巷弄裡面的一間佛堂 有一位大師級的摸骨大師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為什麼這麼多正商名流 都愛找他 弟子在這宮前 活不上父母才神 大瓜子被大顯神通幫忙批憂 讓所有眾生心想是成萬事如一 身體健康才言過 金 他怎麼好像有點面熟 原來歸一密宗加上道教的有甲基 以獨特的龍龜掛和摸骨 曾在算命街幫人算命幾十年 因為密宗的學問跟其他命理不同 加上他又遠赴大陸 學了好幾年摸骨 本來以米掛為人占譜 後來改用罕見的龍龜掛 以及幾乎失傳的摸骨算命 因為簡單又快速讓他大手歡迎 不管正商名流或是一些商人 我們預估甚至到 他從沒有到後來做得不錯的都有 到底準不準 從民意代表送的匾額 似乎可以秀出端倪 究竟哪些名人找過他 算過選情或看心圖呢 可是因為客人有客人的隱私 我們比較不好意思講而已 基於職業道德 老師低調不透露 但說到準確度倒是信心滿滿 他說摸骨算命準確度 至少高達九成以上 但骨項的變化的距離最低 台語說命條骨 用桌下落落 他只要入這個局以後 要轉變 不是沒有辦法 就不太容易 所以摸骨來講的話 所有項學裡面 他的穩定性應該算比較高 摸骨準度高達九成 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早期被譽為鐵口直段 曾幫很多政治人物 算出仕途的虎口知名摸骨大師 陳隆天 就會算出無對應有格奎命 而成為話題人物 據說他的政壇人脈豐沛 因為當年在立法院 兩百多位立委當中 至少一半都被陳老師摸過 但他處事就是低調 摸骨算命曾在台灣的政壇 掀起一股蜂巢 虎口陳隆天還有他的師兄 卻是算出蔣經國 有總統命的徐昕傑 戲出同門 他們都是出自關西市場 藍師傅等人下 但就在他們過世以後 關西摸骨傳說正式落幕 不過說到底摸骨願命 到底是透過骨骼參透命運 還是有外力協助 我們是靠學靠修 有的是天性 他們就有一些外靈來幫忙 還有一點 因為你眼睛看不到 你心也會比較近 曾在大陸拜師學摸骨的 有甲肌不會鹽 摸骨針藥獎會花很長時間 因為紀錄全身骨頭跟經絡 但不能全身摸透透 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伸出雙手 讓他握一握 不用幾秒就可以知道 你的命運 真是如此嗎 來 雙手給老師一下 照理講骨骼是全身骨頭 都有它代表的意義 但因現階段來講的話 手握乾坤 都以手掌骨為極左 也比較不會有正義 在骨骼的結構 我們俗稱骨向水 這個叫屬於正材特質 正材骨的女孩子來講的話 具備有幫呼應 它在摸骨的時候 其實在當下 你就可以回想 說是不是這個樣子 老師講的 跟你的有沒有去印證 我覺得是有 大概有90 老師說 所有人的命運跟性格 都寫在骨頭上 摸一摸手掌 就可以了解 健康運勢跟流年 算命最重要就是 可以給人趨吉避凶 當自己困惑的時候 自己不知道 自己該怎麼面對 或許由別人看你 來幫你提點 這也是很好 對自己未來 是最有幫助的 但就是有人很鐵齒 多年前一位 在大陸經商的企業家 為了公司合併的問題 找上老師 最後補掛摸骨的答案是 合併不可能有結果 這位企業家 當場聽了就差點沒砸招牌 他說合併細節都談好了 怎麼可能會出問題 最後氣得走出去 沒想到一個月之後 他回來告訴老師 背後有人在搞鬼 不了了之 而除了摸骨之外 據說龍龜補掛相當神準 那天剛好一位姓仲 要來問公公身體狀況 沒想到一補掛 不得了 掛裡面的文王補掛 就是他自己心裡也知道 這種狀況 這個要好也不可能了 他只是等待時機而已 比較明確一點 就是稍微確定 他大概什麼時候會走而已 怎麼會補出一個死掛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啦 他的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講話不是很清楚 然後我希望就是我們小孩啊 盡量就是多多去看他 因為我公公現在在高雄 我就住在那個安陽州心裡面 信仲王小姐一進門 什麼都沒說直接補掛 沒想到竟然出現這樣的掛像 怎麼會這麼玄奇 他既然補出來就是可以講 他指的是誰 我們請菩薩補出來的掛 轉出來的 我們是講解這個掛的掛意 這個不是老師的意思 如果是我的意思 我當然希望他長面百歲啊 老師說補到這種掛像 逃不過也躲不掉 農曆九夜到明年的二三夜混 是危險期 這樣你懂的是吧 所謂的危險期就可能會有 走人的現象 對 我心裡比較可以篤定說 然後跟我的先生啊 或是跟我的小叔他們說 我們應該要常常回去看風光 然後讓他開心 據說龍龜掛用的是龍頭龜身 屬於一種神獸 相傳他是龍的第九個孩子 用他來補掛可以增加引動他的靈氣 而在補掛之前 老師會上香請菩薩幫忙 當龍龜轉到停止的那一個掛 就是菩薩補出來的 接著再從掛箱 就點一個人的運勢好壞 從事命理幾十年 由甲基原本是一位成一場老闆 後來工廠倒閉 轉而拜師學起命理 並且專研摸骨 雖然身為命理老師 不過他經常奉勸顧客 命理無時莫強求 多做點善事 就可以幫助自己補運 在古代上其常被用在戰場上 當作沙盤推演工具 沒有想到現在居然也可以用來 占卜潤吉胸 我今天想要問一下我的財運狀況 妳要胡掛畫 妳要把雙手放在相機上面 然後默念妳的姓名 柱子幾歲 還有妳想問的問題 請菩薩指示 那等一下講好之後 妳洗一洗全五顆棋給我 我們相機翻開的話 如果沒有看到帥跟將 這兩顆棋的話 妳就要再繼續選五顆棋給我 好 冰小姐財運究竟好是不好 相機又透露出什麼訊息 我們相機普掛解讀是這樣子 中間的棋比較重要 紅色棋代表好的意思 那如果出現冰的話 這種棋代表勢在人為 就看人怎麼去努力 那妳現在的棋都是紅色的 所以是比較偏好的 那以財運來講的話 比較喜歡看到紅色嗎 它代表財運順利的意思 炮之紅代表財運順利的意思 表示妳現在工作上 財運基本上來講是好的 看似漂亮的掛像裡頭 其實藏有玄機 可是比較可惜的一點點就是 少了這一顆棋子 因為像象棋本身 鞠馬泡三顆是代表一組的意思 這代表 事業財運大順利的意思 所以如果妳有這個 紅色的鞠的話 財運就會更順 象棋真補最怕的應該 就是選到這一種棋子 因為我們是洋間的人嘛 所以對我們來講 紅色是好 黑色是不好 鷹就是代表黑色系 我覺得東西可能會有 比較明確的根據 讓妳知道說 妳這個部分是哪裡 需要做改變 哪裡需要做調整 然後妳目前是遇到 什麼樣的問題這樣子 在成為占卜師之前 王聖遠不過是一名上班族 沒想到因緣際會 走上玄學靈修這條路 當面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學弟 我們軍中 就是有學長學弟的一個關係嘛 那那個學弟他們家裡 其實是拜九天玄女的廟宇 所以後來我退伍的時候 我就去他們家的廟宇 去拜這個九天玄女 然後在他們家的廟 就看到有人在打坐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這個人要打坐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學長你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我大概二十歲的時候 所以我就去廟打坐 二十歲一場奇妙的打坐經驗 意外開啟王聖遠 進入林修 以及利用上其偵補 替信仲借過了奇蹟 其實我的工作那時候 剛好在一個瓶頸嘛 開公司 弄動公司 有些瓶頸出現 我在想說下一步要怎麼辦 後來我有個因緣際會 下午去問了許孝順 就是我們知道順哥嘛 我忘記是實定還是神 他幫人家測字 我就寫一個字 那我的名字 中有個玄字 我就寫一個玄字 給他測 那順哥就跟我講說 屬同道之人順向而行 那那時候我整個 還是又是嚇到了 命中注定跟神佛有緣 躲也躲不掉 王聖遠就此不再TK 開始打坐領袖 不但學會用 向其占卜其凶 如今更成為包公代言人 為眾生服務解剖 你相信案子會自己找人破嗎 接下來這個故事 我們要帶你看到 冥冥之中 一架遙控飛機 竟然偵破了白骨命案 在桃園的乳酷山 有非常漂亮的夜景 也是很多情侶 約會必去的地方 但是這天 有一位玩家來到這裡 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巧合 他的遙控飛機 怎麼操作怎麼飛 不明其妙都會墜落在 同一個地方 這也太奇怪了吧 後來他往前走 睜大眼睛一看 竟然出現了 類似白骨的東西 他嚇死了趕快報案 同時也揭開了 藏進土裡的殺人秘密 警方後來 也真的順利找到兇手 但是在這當中 藏了種種的詭異巧合 我們帶你解密 有可能是那天風率的關係 還是冥冥之中引導 這個遙控飛機去 去帶這個八萬人去發現 這個地點 讓它可以深淵 一架遙控飛機 離奇的總是掉在同個地方 沒想到揭開的 竟然是一起不能說的秘密 就是有一個很喜歡 玩那個遙控飛機的八萬人 他就跑到我們峽區龍潭的 魯孤山那邊玩遙控飛機 桃園龍潭魯孤山是野絕佳 晚上有著一片美麗燈海 是情侶看夜景的好地方 白鋊則是有玩家跑到這兒 操作遙控飛機 那一天他跟他朋友玩的時候 好像不曉得是不是 風力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就是飛機會一直掉到那個山坡地 怪了 怎麼會一直掉在同個地方 前前後後他撿了好幾回 其實他去那邊撿那個 遙控飛機的時候撿好幾次 都沒有發現 他撿了好幾次以後 後來突然遠遠看到好像 他到底看見什麼 這眼底下出現的東西 嚇得他趕緊叫朋友 本來以為是狗的骨頭 可是發現好像狗的骨頭沒那麼大 他心裡有點害怕 他就找他朋友一起過去看 結果發現那是人的大腿骨 天啊 乳孤山出現人類白骨 這是多麼驚人的消息 不過仔細看看 這山坡地怎麼越看 越覺得詭異 他下去以後就發現 那個旁邊的草都長滿了 就是大概周圍 直徑大概兩公尺的地方 就是有白骨 這個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被蓋起來後 如果雜草還是會生出來 就會不容易發現 可是他那個是一個 比較光突的地方 大概直徑大概兩公尺 然後就是腿骨露出來 這是巧合嗎 還是在暗示什麼 明明周邊的草都長得很高 偏偏就埋藏白骨的地方 寸草不生 不管如何 得先確定死者身分 他是男是女 是上了年紀 還是年輕人 這都必須要趕快著手調查 勘察現場以後 證實就是人骨嘛 那人骨 如果是說他還有衣服 或是證件 或是其他的 可以辨識的東西 我們當然就比較 容易找到身分 可是事實上 他應該就是 通通衣服被拔掉了 然後就是被挖一個洞 丟進去的 丟進去那裡放 所以附近 找很久通通沒有 就是他的 有關於身分可以辨識的東西 現場沒有任何身分證件 可以釐清 那麼下一步 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一定是先從 監視器開始調 可是監視器 那已經過好幾個月了 大概被覆蓋過了 那個角度也沒有拍到 這一步一步都不太順利 那麼就從唯一有的 這一堆白骨當中 來找破案線索 出了傳統的DNA 一定是說 後來為什麼會想到牙齒 因為牙齒是每個人都有特徵 這個發現白骨它的牙齒有 有一些補牙 夾牙 或是一些缺牙 那這個是人的一個很重要特徵 它也是可以個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突破的點 所以我們才從牙齒這個部分著手 因為其他的 其他的偵查手段 都有一點觸焦 現在只希望 從這微小的特徵 找到重大的破案關鍵 起碼趕快確認身分釐清死因 讓死者入土為安 不再受到風吹雨淋 於是警方展開調查 就帶著這協巡專刊 四處清查各個牙醫診所 住在這邊 因為那小隊長他說 本來要回家休息 然後就經過中立 然後就覺得好像 身體好像涼涼的 有點不舒服 想說 這剛好附近中立有一家 牙醫診所 他就拿著相片去給牙醫診所看 結果那個牙醫診所 其實平常也沒有在中立上班 他是固定好像一個 夜幾次去那邊駐診 結果看了 因為他的檔案資料 沒有在手上 可是他覺得很像 死者有可能是他的病患嗎 趕緊往下追 把檔案調出來 一一的比對 一一比對出來 確認這就是死者的那個牙齒 終於 這下子確定死者身分 那麼要趕快釐清命愛原因 那曾姓女子她其實算是 也滿活躍的 她是有當一個國小的家長會長 然後還有當那個副會長 還有什麼家長協會的會員 那她又是那個獅子會 獅子會的會員 她本身是在做那個直銷 原來死者姓曾 已經結婚了 老公是個簡單純樸的人 平常早早起床出門 要送養奶 夫妻倆還有兩個小孩 因為她老公的經濟能力 沒那麼好 後來有認識 就是透過獅子會的關係 認識一個黃姓男子 這黃姓男子因為她會開車 而且黃姓男子的經濟能力不錯 所以他們如果要出去做什麼事情 都是由這位黃姓男子 開車載曾姓女子出去 那有點出雙路對的 生活多采多姿 因緣際會認識了黃姓男子 相當會討他開心 還有金錢上的支援 溫馨接送期 獲取這一點一點的貼心 一天一天的打動他的心 於是他們越走越近 甚至連曾姓女子的女兒 都覺得多了一個疼愛她的叔叔 雙方各自有家庭 不過這一段 不該存在的感情 還是持續走下去 案子辦到這兒 曾姓女子的身分背景生活 一清二楚 接下來就是要找出 是誰殺了她 我叫一台車 最後一通電話是叫計程車 那叫計程車就是 打電話進去計程車行 然後叫 他家的地址 然後叫計程車 叫到大黃 就是也是在龍塔 為什麼我們覺得黃姓 嫌犯很可疑 就是因為計程車 駕了以後 然後最後 就沒有在這個 曾姓女子的蹤跡 怎麼回事 昔日的婚外情對象 竟然成為警方眼中的 刻意嫌犯 那後來從那一次以後 就都沒有在電話聯繫了 所以很可能就是在她家遇害的 這是很合理的推斷 計程車司機有講到說 曾姓女子她是直接拿遙控器 進去這個透天處 就鐵門搭上來進去 那計程車司機以為這個是她家 事實上這個是黃姓男子的家 她應該在那邊就起衝突 最後錄音檔 就是叫車到黃姓男子家 那麼這個屋簷下 誰會是殺人兇手 殺人的原因又是什麼 真相即將攤在陽光下 她最主要是這個曾姓女子 她那一天叫鏡子的時候 有喝酒 有喝酒 所以應該是有可能因為 喝酒我們講台就是 當然比較歡 有可能這樣跟黃姓男子 不小心就釀成大火這樣 原來這天她喝了酒 在這透天錯傳來的是爭吵的聲音 種種不愉快 就在這一刻通通爆發 去她家搜索以後 有問她兒子 還有她老婆 其實她們都是活人 她說那天根本沒有來 其實事實上計程車司機講說 她就是在她們家 那天那個講台語就是 小子阿婆 就跑來我們家鬧 平常 平常就算了 然後半夜兩三點還鬧 還喝酒 人很歡 講也講不聽 然後跟她拉扯 然後因為她兒子就氣不過 然後就先揍她兩個人 就打起來 打起來後來就是她兒子 有去拿那個球棒 就打她這樣子 這一拳一下都是憤怒 爸爸的婚外情對上 當場被打暈 黃姓男子跟她兒子一起開車 說把那個曾姓女子拿上車 說要載她去醫院 那黃姓男子的老婆也說 那趕快去送醫院嘛 就把人家打暈了 不過車子一開 並不是開往醫院 而是開向一段 無法回頭的錯誤 黃姓男子跟曾姓女子 有去那邊約會 聽說她那個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從魯夫山看到101大樓 他們有去那邊約會 怎麼開到了以前約會的地方 她要做什麼 黃姓男子意思是說 你那麼喜歡看夜景 我就好像讓你看個夠 就把你埋在這裡這樣子 好像就是 她是這樣講 把人勒閉埋屍在魯孤山 這還曾經是他們約會 看夜景的地方 卻成了棄屍地 格外諷刺 以為能把殺人秘密永遠藏住 但是誰也想不到 種種詭異巧合 還是帶領警方 一步步的爭破 終於讓這白骨沉冤得雪 今天的節目中 透過鏡頭 我們帶你看了 近乎失傳的 神奇的摸骨算命 或許大師 可以摸出你的生命藍圖 但是當然 人生的色彩 還是得靠自己來填補 帶完大事 我們下週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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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再次的 我們下週再次見 我們下週再次輪 我們下週再次見 我們下週再次輪作了 然後再яла 還有這邊 這裡